是像剛剛提到說的媒體組成跟不是運動 那它對於當運動發生 它們希望記者類似一個同學接觸方式 那像我之前就是有跟就是像主導網的團體 就是聽他整個網友看的 就是他們對於媒體跟不是運動的事件 他們會認為媒體事件本身也是有運動 那他們也會認為他們在運動的時候 他們也會有一些事情 對,理想稍微是想法說 就是可能真的接入在行動的事件 那就是比較好是對於就是媒體跟運動的事件 這個你可以提醒 所以說你來講 不過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還簡單 你說我念過書的 就是你如果是研究生的話 你就非常習慣有說吧 你就說實踐是時間 就是你說論述有這種時間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我在想很多研究生都會這樣講 論述有這種時間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好像我說做新聞是這種運動 那蘋果日報就是最大的運動 我說這樣就沒有任何彩的意義 說這種只是一種 對我來說是一種虛幻的說法 就好像我做什麼樣子就是一種運動 我只知道遠見是一個運動 天才是運動 遠見的運動更可怕 它可以包老林縣所有的影響廣告 然後上次就是運動幾乎 我說如果要這樣談的話 每一種東西都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那上有談跟沒談 其實一小多就對了 那我其實遇到很多這種類似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2005年我在香港的高速說 我帶一群去的就是抗議卡 後來這些還是能夠是香港都沒有任何 然後那時候台灣留學們也去 就說虛幻網路也趕快飛了一遍 警察明明都來了 我也知道我要撤退 因為我在這邊拍照 我沒有撤退 他們就故意不動 警察一來他說 他們用力都要被抓 因為這樣 虛幻網路也下降機就被抓了一遍 我那時候其實知道我在現場 我非常知道說 如果要出來拍照的過程 或記錄錄錄的過程 是絕對有可能的 然後你在這邊被抓 只有一個原因是你想被抓 並不是你國人的感覺 所以你在現場的時候 遇到很多這種狀況 或者是以前我們看到熱身運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在做熱身運動的時候 然後很多媒體 譬如說三立電視台就記得來 就穿高跟就想說 學生同學今天要發生什麼事 可以告訴我這樣 我就說那你 你到底還是怎樣 可是蘋果日報的人 記者來 你就知道他非常驚訝 他就說 你不可以戴著耳環 因為戴著警察打你 就會拿你的耳環 就這樣把耳環拆掉 然後他說 你現在做穿轉秀 你哪有被警察拖你 他就罵了你學生 我意思說 苦安文進去 然後訪問很多學生 然後學生都破壞你事 你覺得三立的記者 蘋果的記者 還是像苦澡網民破壞記者 比較像座民的 做一頓 你很難 真的 真的 我意思說 這事情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通過 我在國外開了一些 MediaAdvice的會 就是 全球我剛說的 跟Indian Media 打破壞記者 他們的看法基本上是想說 媒體 我如果要做一個媒體 或是我說我要做一個運動性的媒體 或運動的媒體 因為破壞記者本來很不在乎運動 因為海課很多跟文化是很專業的 那對Indian Media來說很清楚 我如果做一個運動媒體 如果我的報道是有助於運動的就報 沒有助於運動的就不報 或是我不做它 因為對話是媒體 總而言之是Advice的想法 那reporter的想法是說 我要維持我的中間立場 我就是為了要報答 所以在裡面我就要想報的話 這是他的立場 可是有沒有中間可能 我這樣不能一邊報一邊 我先沒有很清楚的答案 可是對 對破壞來說 我這樣不夠代表說過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看錯了 因為我在搞樂生的時候 更之前我在搞 十字首要公園參與運動的 我們一邊搞運動 一邊寫最好的採訪稿 最好的標題 我們直接為一個記者 記者會直接用我們的標題上的標題 這個稿度就是我們寫的 我們一流的記者才為寫四面稿 寫得非常好 然後把圖片給他 然後才幫他做平衡報答 容易嗎 只是搞運動也不會在自己 所以很難說 哪時候你會比較像論文的東西 因為我也需要這樣的宣傳 然後 然後 可是 我那時候在搞運動的時候 我未給大門子的信用稿 全部都是那種平衡的 稍微偏 我會選擇 拆遷物的幾點 可是破爆就會做非常多類似的事情 我非常知道我要怎麼分散這些 所以我覺得只有一個簡單的意思 就是 我不會說搞媒體是一個問題 只是我知道媒體生存裡面的問題 我說破爆 我說過破爆是一個關於社會運動的 就是社會運動 所以社會運動的時候 只是我的部分 我不會只做社會運動 然後 可是我還是希望這個媒體 也是因為這樣說 我們不可能一直抱著運動 會一直打氣的當作社會運動 會一直打氣的當作社會運動 因為那比如說我的媒體 我這個媒體的問題 我這個媒體的問題 起碼可以有一些 appropriation的可能性 就是 我起碼把 年輕人在這個社會裡 有被簽分的 很多不同的面貌 有時候 有沒有可能 都會跟他 都會在一塊 你 回到我 回到我最努力是長的 如果你真的喜歡 RadyOK 你應該會討厭當作社會 我這樣分析絕對有道理 我只是沒有講出來 或者 如果你喜歡任何一個 就 就對我來說 這是很分裂的事情 多謝 我都會把他去講 再去講 謝謝 謝謝 那我很小意思 謝謝 謝謝